狮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 多年来一直统治着非洲 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狮子是丛林之王 所到之处 凶猛的气势都会震慑到所有动物 但是眼前的这头母狮 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意气风发之态 因为年迈生病 身体早已不如从前 四肢没有了力气 已经不足以支撑它站起来 只能无力地趴着 这头母狮将不久于人世 可是就在医生决定将这头狮子安乐死的时候 奇迹却发生了 这头母狮是一头白狮 虽然不在宾威物种的名单之内 但它们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 因为它们的基因特殊 自行繁衍很难将基因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一些机构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 对这些白狮进行饲养 保证它们优良的基因能够繁育下去 饲养员都精心照料着这些白狮 眼前这头即将要被安乐死的母狮名叫希拉 多年来在圈养的环境中长大 远没有在保护区的时候生活得开心自在 但是这不是它自己能选择的 原来希拉是被偷猎者从保护区偷来的 那天午后 希拉饱餐一顿后 像往常一样在保护区内慵懒地散步 夕阳洒在它金色的毛发上 显得格外耀眼 纵使希拉天生警觉 但是也敌不过偷猎者的狡猾 沉浸在享受中的希拉 不知道此时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突然 一支麻醉针射在希拉的颈部 希拉感觉到了疼痛 受到惊吓的希拉打算奔跑离开 但希拉倾刻间就倒在了地上 偷猎者得手了 将希拉迈到了当地的马戏团 一开始 希拉不服从训兽师的管理 丛林之王怎会轻易屈服于敌人脚下 因此希拉吃尽了苦头 长时间的负重训练 已经击垮了希拉的意志 她知道她可能这辈子都逃不出去了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不得已服从人类的安排 在那样的时代 当地非常盛行以野生动物为娱乐项目 希拉这头稀有白诗 更是深受当地娱乐行业的欢迎 马戏团为了赚钱 经常让希拉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博取观众的眼球 希拉还被迫安静地坐在那里 配合人类拍照 满足人类的一己私欲 人前被强迫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 人后还不能满足温饱 最严重的是离开了保护区的那片乐土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和守护着白诗的饲养员 长时间的飞人对待 不仅击垮了希拉的意志 还让希拉的身体暴瘦 早已没有了一开始雄壮的身姿 当时正好赶上马戏团搬家 也有一批新的野生动物被送进来 训兽员看着希拉虚弱憔悴的神态 早已对希拉不抱任何期望 马戏团有这样的规定 动物一旦上了年纪 或者身体状况开始恶化 就会把这些年老体弱的动物 暂时搁置到一边 给新来身强力壮的动物腾出地方 希拉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遭遇 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 意味着它也要被树枝高阁 这样庞大的动物 如果长时间不管不顾 将会面临着生命危险 马戏团的管理者 幸好还存有一丝善良 自己无法照顾母狮希拉 就联系了相关动物救援部门 将希拉送往了当地的动物救援中心 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 看着眼前虚弱的白狮希拉 不免同情她的遭遇 眼下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拯救这只年老体弱的白狮 工作人员先是将希拉 安置在一个独立的空间 以便于她能够安心养身体 接着每天都带来营养丰富的食物 亲手喂到希拉的嘴边 鼓励她吃饭 尽管希拉每天都按部就班地 吃着工作人员带来的食物 但是体重却不见增长 经常站着站着 后腿的部位就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所以当希拉散步的时候 工作人员都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 深怕她出现什么意外 在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 希拉的情况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一方面是因为年老体弱 自愈能力不比从前 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时间 遭受到马戏团严苛的训练 让她的心理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希拉还被诊断患有缺乏维生素A 自体虐原虫病 这种疾病表现为 当寄生虫与受害者的血液混合时 就会伴随着淋巴结肿大 咽食 嗜睡和协调性降低等症状 跟希拉的种种症状都非常吻合 怪不得希拉有时候的行为 会表现得非常怪异 因为希拉是一只身上 带有罕见基因的特殊狮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狮 如果放弃对希拉的治疗 我们将会失去这些物种的优良基因 因此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尽全力拯救希拉 尽全力让她活下去 工作人员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先进行一个疗产的抗生素治疗 问题是需要希拉进食才可以 可是此时的希拉 好像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 拒绝进食 希拉的病情逐渐恶化 工作人员想尽各种办法 让希拉进食 希拉也是勉强摄入少量的食物 疾病加体重过轻 对狮子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希拉不仅是身体上的原因 心理上的疾病更为严重 就在工作人员不忍看着希拉如此痛苦 准备对希拉进行安乐死的时候 救援中心得到一个消息 希拉原来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头白狮 因为在她还小的时候 被偷猎者卖到了马戏团 因此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据他们了解 在保护区的时候 希拉有一位专门负责照顾她的饲养员 朝夕相处下来 早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研究人员知道后 赶忙联系了这位饲养员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饲养员接到消息 迅速赶往救援中心 见到了曾经她早已视作孩子的希拉 看着希拉面容憔悴 骨瘦如柴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不免眼含泪水 心疼不已 饲养员慢慢地靠近希拉 因为太久没有见面 希拉一下子没有想起来 但是猫科动物对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有些气味 它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忘掉 希拉闻到了之前熟悉的味道 是她在保护区时朝夕相处的饲养员 她记起来了 虚弱地抬起头 蹭了蹭饲养员的身子 饲养员把希拉抱在怀里 像久别重逢的亲人 工作人员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 赶忙取来食物 让饲养员喂给希拉 希拉终于愿意进食了 在饲养员的陪伴下 希拉积极配合着工作人员的治疗 病情也在渐渐的好转 救援中心决定 当希拉身体完全康复的时候 就让她跟随饲养员 回归到原本属于她的大自然 有些生命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才能绽放绚烂的光彩 每一个生灵都弥足珍贵 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巨大力量 不应用来伤害动物们 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万物才能够和谐相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